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分析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,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二,我是Ellen 周二澳股整体表现非常的平静 矿业与银行两大板块跌涨互现 在下跌身影当中,医药龙头CSL从1月高位至今 其调整幅度已经接近15% 除去疫苗进程中止的不利影响之外 目前澳股当中的主旋律依旧是在进行股价修复 对于持有CSL的朋友来说 在下方,270会是接下来的重要防线 而在上方,CSL需要率先占上290的价格 而在货币方面,澳元兑美元位于0.77附近 大宗商品的持续走强将会为澳元提供基本面上的强大支撑 从目前来看,做空澳币并非明智之举 对于依旧看涨的黄金而言 首先需要实现1875跟1900的价格突破 而在昨日的美股时段 东西阵营的造车两位标杆骑手的股价是出现了背离 在新车型跟新技术的提振之下 来自东方的蔚来汽车,股价继续生猛 盘中阶段,其市值一度冲破千亿美元 而在东方阵营当中 三大新能源汽车的股价同样出现差异 不论是与特斯拉的纵向对比 还是与小鹏理想的横向比较 蔚来汽车都会是我个人的首要选择 截止目前为止 对于蔚来汽车最大的顾虑是全球股市的史上高位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想跟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小助手的微信 GoMarketsAO2或者GoMarketsAO3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跟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是GoMarketsAO3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